就是大陆 广西 贺州市 凌峰村的一个妇女 她姓罗 斯维罗 叫做罗吉英 吉祥的吉 那么英国的英 她没有受交易 不认识字 也没有任何信仰 那她有两个女儿 在五年前 2011年的时候 她两个女儿学佛之后 就告诉她妈妈要练佛 为什么呢 她妈妈也不认识是要她诵经 怎么可能呢 而且年纪大的头脑也不那么好 要参展打坐 怎么可能呢 同时练佛又是功德 最殊胜的方法 最简单的 今生能超越六道生死轮位 快速成佛的 所以就要她妈妈练佛 那妈妈呢 也相信了 同时也到附近的寺庙 叫做秀峰寺 做义工 到了2012年的年底 她第二个女儿怀孕 要生孩子了 可是在医院孩子生不出来 卡住了 那怎么办呢 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医生一看就跟她说 如果再经过三十分钟生不出来的话 这个儿子就会缺养而死 现在要剖腹生产也来不及了 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生出孩子 你看 那她的第二个女儿心中就想了 哎呀 能够救我的儿子的 不是医生 医生没有办法的 就是当妈妈的自己 只有我能救我的婴儿 那我怎么能救我的婴儿呢 能救的话 老早就生出来了 所以能救她的孩子的就是阿弥陀佛啦 因此她心中想到这一点 就静下心来 全程的静静的练佛 那外面是她的妈妈还有她的姐姐 也在外面练佛 一伙之间 哇 哇 孩子生出来了 很快 那不练佛的话 练佛能够使蓝产的顺产 在日本有一个妇女 她也是蓝产 不过她不是练拉摩阿弥陀佛 她想到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第十八愿怎么讲呢 第十八愿有三十六个字 第十八愿讲说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 致心心乐 预生我果 乃至时恋若不生者不娶正嘴 为处无力 诽谤正法 那么这个妇女呢 她对若不生者不娶正嘴 这八个字怎么解释呢 如果阿弥陀佛不让我的孩子生出来 阿弥陀佛就不是阿弥陀佛 所以她就认若不生者不许正嘴 不久孩子就生出来了 所以只要凡事连接到阿弥陀佛 没有办法也会有办法 那么这个罗吉英 罗吉英能够抱孙子是多么的高兴啊 可是这个婴儿不到一个月得到了胃炎 住在医院发高烧 上上下下 一直不好 当祖母的人心中很疼痛 把孙子的生命看成她的生命 那怎么办呢 很焦急 医生没有办法 医药没有办法 孩子只是出生刚出生一个月而已 身体是很脆弱的 万一万一怎么办呢 那医生没有办法 医药没有办法 一般都会找另外一个管道 就求神问补嘛 对不对 这是人的心理现象 当然就去打听 有什么神明啊 灵媒啊 比较灵厌的 那他打听到一个灵媒 很灵厌 他专门用这个符咒 来治人家的病 或者是消人家的灾难 他就立刻去找这个灵媒 那灵媒要他这个孙子的八字 八字就练给灵媒听 灵媒知道之后就算了 算一算 他就跟他讲 这个孩子的妈妈怀孕的时候 有诵经练佛耶 是啊 有诵经练佛 那你也是一个练佛人啊 你怎么知道 你头顶上有一尊很大的佛 我不敢出符咒 为什么 你这么 这尊就是最大的佛 就是你这尊我就是最大的啦 我怎么敢出这个佛给你治病来 没关系的 你回去 你回去 孩子 会好的 他没有办法 只要回来啦 而且他也在疑惑 我只是去问我的孙子 也没有跟他讲说 我是随佛 我有在练佛 从来没有跟他讲 有关于佛的事情 他怎么晓得 他头上有一尊 很大的佛 连我念佛 我都不晓得 我的头上有佛 我都看不到 哎呀 他是灵美啊 当然看得到了 所以回来 就把灵美所说的话 跟他的女儿讲 哇 全家人就虔诚的念佛 同时呢 抱着这个婴儿 到附近 秀风 秀风是去拜佛 不久之后 儿子发烧退了 也健康出院了 现在儿子已经四岁多了 他说 这个孩子啊 哎呀 真的是健康啊 佛婆啊 聪明啊 可爱啊 很少生病 偶尔儿 有生病的话 孩子也会主动的到佛犬 去拜佛 那么这就显示什么呢 练佛 弥陀注定 那这个逻辑英 他懂得什么 他会送阿弥陀经吗 不会啊 而且 在那个地方 也很少人家讲这个道理啊 所以 他孙子有病 他还会去求神问补 也不晓得 最大尊的佛 最伟大的佛 最有能力的佛 就在他的头顶上 只要他练他头顶上的佛 就万事OK的 他也不知道啊 他也会去 东寻西早的 杂羞杂醒的啊 那经过这个灵美 跟他讲了之后 他们才晓得 哎呀 阿弥陀佛 是最伟大的 最有功德的 只要专一的 专一的 虔诚的练佛 就可以了 就能达到 这样的利益了 这个其实 就是我们这个法门 无量寿经所讲的 因为 净土三经 还有我们这个法门 主持的传承 都告诉我们说 恋佛 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无量无边的功德 你要专 如果不专 就不能得到 乖乎 挤 即乐无为涅槃界 随缘砸善 恐难生 故事如来 炫耀法 教练弥陀 专 副专 一个专还不够 还要再加大力量 还要再加大力量 告诉你 要专 这就是 恳切的叮咛 我们 一定要专一 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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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得到这么大的力 才能往这极乐世界解脱生死 轮回 那至于 专一 专一 专佛 我们还要不要吃饭 还要不要睡觉 当然要吃饭 要睡觉 要工作 一样的道理 要孝顺父母 要奉饰师长 要慈爱众生 要不杀生 不吃众生的肉 要对人家好 要宽恕人家 人家有困苦需要 我们力能 能做得到的 我们尽量去帮助人家 这个是人生在世 人在世 是学佛应该做的 那至于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 这一些都不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 因 因就是恋佛 有着恋佛的因 所以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说 我们恋佛要专 又专